3月11号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头版登出了有关中共派出间谍 多次侵入英国军工巨头BAE系统盗取西方最先进战斗机F35GSF的大量研发机密消息 吕吕爆出的间谍丑闻让间谍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中共标签 有评论指出情报部门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服务 而中共的情报部门却是优先为了党的统治服务 中共之所以大量窃取西方情报来发展高尖端科技 是因为暴力统治的危机感让它想顽抗到底 报道说一名BAE高管去年透露了这则信息 这项网络攻击持续了18个月 英国BAE系统公司在2010年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评为全球最大的军火企业 投资总额2000亿英镑 由西方多国参与研发的JSF是西方目前最尖端的战斗机 前中共情报官李丰志说 科技和军事情报是中共最感兴趣的 科技发达的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中共的重要目标 李丰志为我们剖析了中共的三大情报功能单位 第一块就是国家安全部和它所属的分子机构这个系统 但是当然是主要的 所有方面都涉及也涉及到军事方面 而部队也有情报部门 一个是人力的或者其他的综合手段 再一块就是技术监听 以前是监听 现在可能是卫星加上网络 第三块就是其他的一些部门 这里面也包括公安系统部队它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 它这个网络应该做的最多 李丰志指出 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有情报和反情报部门 但他们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服务 而中共的情报部门是优先为了党的统治服务 同时假设国家安全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也有这方面情报的需求的话 它两者冲突的时候 或者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永远是把党党服务放在第一位的 这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 虽然中共驻伦敦使馆声称 这项指称毫无根据 但总部设在纽约的民主大学校长 唐博乔表示 中共间谍已经不是新闻 去年1月有媒体报道 中共兼20隐形战机的部分高科技 可能来自一架美军F117夜鹰战机 战机部分残骸被中共取得 用来窥探隐形技术 你看现在什么神五神六神七 还有这个月球 回到月球的这个什么飞行器 基本上都是偷袭这个西方国家的 尤其是美国的 所以他们派出了大量的军事间谍 就高科技间谍 是美国中国抓到的 那是冰山一角 此外BBC报道 美国国会3月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一些和外国合作的中国大型通信公司 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 将尖端科研技术转给军方 为中共入侵美国军方 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网络创造条件 而这对美国军方在冲突中执行任务 将构成真正危险 唐伯乔认为 中共之所以大量窃取西方情报 来发展高尖端科技 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危机感 让他非常恐惧 因为他们有六四的血债 文革的一系列的犯下的罪行 江泽民 法连工的 现在被西藏的犯下的罪行 等等等等 任何一件事情犯在法庭上 他都是可以构成死罪 犯罪残伙 他就呼吁我来看到底 他就必须公示他这个国家政权的实力 包括军事实力 目前中共还没有对这份报告做出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